各位法界的先进 还有很多非常在这个参审或陪审制度 原意非常精深的在斯改国事会期间参与的这些各位先进 刚刚听了很多的专业的辩论的轴线 如果从我们今天也特别 本党团也请了苏宣长来给 代表我们也提出了他的这个见解 我是认为就是说以这个司法民主化的概念来看的话 国人对于司法的不信任确实来自于很多判案的结论 跟国民感情的落差 还有刚刚前面张律师也提到说 很多的判决真的是没有法的依据的话 你不能乱判的限制 所以这样的一个客观存在在国家的司法的认知里面 落差是很大的 那所以在斯改的2017到现在 我相信不会只有在这个参审或陪审的辩论 有这种奇异 我相信在其他的改革上也面临很多的选择 跟此时是不是成熟到我们可以在大步改革 或者是渐进式改革 或者是并列式的一个实践 那我之前在执行这个司法院林秘书长的时候 我用了一个用词 他当然非常的对我觉得我用错 我说实验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放在司法 他当然就觉得我不能用实验 确实制度选择大概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可是司法院自己的版本有一个六年的评估期 我就一直在请教他们六年评估之后 你要回头吗 你要选新制吗 这是第二个我觉得此时在设计六年后 就要先预想的状况 所以才回过来推说 此时的这个参审的这个法条 已经进入到前五条的讨论辩论 大概还很难再取得大家就是说 预想这个实践下去之后 对于这个叫做司法的改革的这个 我们讲比较术语 就是说那KPI是什么 是在这个无罪定律的这个范围 还是说这个就决策一致性 国民法官跟这个职业法官的这种经验 到底你要拿什么来说服国人说 这个制度下去 对于司法改革已经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所以这样子六年后 可以再进行第二次的六年 这个是我认为司法院还没有取得 在座各位先进或我们在立院里面 对于推动这个改制这件事情的决心的 一个重要的目的 所以还是要请司法院多琢磨 那再来比较是陪审这个制度 大家都会讲说国民的素质 跟现在法治教育 够不够得上我们在一个 一千多万人的这个成年人里面 去选任出来的陪审员 有没有资格 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意愿 在断这个案的时候呢 成为司法改革里面的重要成员 我自己的确信是 我认为现在的 不管是年轻人 在这个司法教育的这个落实 或待会我们会请到公民老师 更客观的来讲 在模拟在学校教育里面的这个部分 所以信任国人 我相信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比较是制度上路之后的 陪审的整体来讲 配套的这个规划里面 今天有陪审会的这个专业者也在这里 我们也要很负责很实务的去谈 陪审之务在台湾 到要用什么方式才能够成熟到 大家觉得即使两轨并行好了 都不会是亲一方 然后众一方的偏好子 如果存有这种心态 大概制度我觉得再原意 再给一点时间都值得 而不是现在因为 总统有一个国事改革的这个 这个成绩单要交出来 所以很快速 好像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是司法法治文会 有这个必要压力要回应 我觉得我自己都还在期待说 如果陪审被辩论的更明确 包括刚刚讲张律师讲到 都还觉得可能不是此时的重点 那到底是在法界的辩论里面 还有什么客观让国人更期待说 我们在立法院 我们在法界 在这个大法官或者是检察官 你们的资深经验里面 这个制度改革里面起步的第一步 到底官审要继续吗 还是陪审这个这个参省的六年 给的明确的这个这个指标 是透过什么样的这个机制 被国人信任 如果没有 我觉得是不是彩刑刚刚讲的 虽然你们可能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一定本刑以上 因为现在只规划到六百件 六百件在整个司法改革里面 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觉得还是我刚刚讲的 他作为一个实践 这个修法的起点的这个经验值够不够 如果不够 那陪审制能不能达到更大量 然后他的这个设计本型上面是不同的 这两个思维我觉得 受国人的这个这个再一次的面对或理解 有还是有赖于各位先进跟我们的承担 以上谢谢